大家好 欢迎来到达达观世界 我是达达 带您看最精彩的世界 众所周知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每年出国旅游的人数也是不计其数 然而有些国家不仅没有真诚友好的接待 更是摆出一副高姿态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 出门旅游最在乎的无非就是游玩的心情 如果旅游途中有什么不愉快的 那么将失去旅游的意义 毕竟谁都不喜欢花钱买醉手 近几年大部分游客偏爱选择东南亚的海岛国家享受沙滩和阳光 但是有些国家对待中国人就像带着应该如此的态度 比如去越南 不仅会遭到很多讨小费的商户 而且遇到的服务态度也极差 如此区别对待中国让中国游客还是不满 然而与越南相比 更让你想要吐槽的地方就是缅甸 大多数人对这个地方的认识依然停留在还出格恶时代 近年来去往缅甸的中国游客也不断增多 然而让人很愤怒的是 缅甸对于其他国家签证都相当简单 但是对待我国却要求极多 不仅办理签证时间长 费用也要不少 前期准备时间过长反而耽误了中国游客们说走就走的心情 这样区别对待中国真可谓是白眼狼国家 对于这样的态度其实只会贬低你们的身份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本视频素材源于网络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分享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我是达达